2004年出品的以色列电影《叙利亚新娘》 讲述了戈兰高地上发生的故事 以色列和叙利亚分至戈兰高地 当新娘嫁到叙利亚的那一刻 就再也无法跟家人团聚 大喜之日 新娘家属却不被允许陪同他抵达叙利亚那头 戈兰高地千百年来 一直是中东最具战略地位的一块土地 虽然面积仅有1800平方公里 却影响着周边四国的政治经济 也成为这四国的修罗场 戈兰二字源于古罗马帝国时期 占领该地的希腊人 意思是高卢人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奥斯曼帝国解体 现代中东国家版图形成 戈兰高地化在了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下 以色列在1967年6日战争时 入侵并且占领了这一块地方 当时曾化下停火的紫线 从此成为以色列与叙利亚实际上的国界 1973年叙利亚反攻想要夺回戈兰高地 却没能成功 联合国于是沿着停火紫线 划出了一道宽80公里的军事缓冲区 避免以续短兵相接 两场战争之后 以色列摧毁了当地原有的村落 开始实施团肯 1981年正式宣布并吞戈兰高地 但遭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无效 从此戈兰高地就成了叙利亚土地 但受以色列控制的模糊状态 1967年以前 叙利亚在戈兰高地本有14万人 如今只剩下2万人 至于叙利亚控制下的戈兰高地部分 被称为库奈特拉省 2010年统计人口约有8万7千人 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的 前总统哈菲兹阿塞德 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是他毕生的事业 也是未了的心愿 如果是以色列决定 要绝对的反应 那么是难以预测计则 但一件事是确定 我们将不允许以色列的遗亚 或是以色列的移民 在我们的地方 1996年 哈菲兹阿塞德拒绝了美国倡议的 和以色列的永久和平协议 坚持要求 以色列必须归还戈兰高地的主张 收回戈兰高地成为了叙利亚的民族目标 为此叙利亚一直处在战备状态 只是过去40年 这块地方相对平静 以叙利两国也鲜少交战 直到2011年 叙利亚内战爆发情势奏变 以色列多次越界攻击叙利亚军事要塞 8年来 叙利亚靠着伊朗支持的武装部队 在边境阻挡以色列紧逼 2016年4月17号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表示 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将永远留在以色列手中 1981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497号决议 宣布以色列的戈兰高地法无效 因此国际社会对戈兰高地的所有权定义 普遍是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 所以对于川普片面宣布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 包括中东欧盟都掀起了批评声浪 沙兰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是中东大国 也是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地区国家 更是美国的地区盟友 然而戈兰高地的主权争议 唤起了他们反以色列的兄弟情 我们的说明中要注意 我们来看台北呢 我们要谋一下 我们要谋一下 我们要谋好重点 去区域的 кам文 是非洲之亚的 区域的 跟其他地区域的 川普承认格兰高地主权属于以色列 让纳坦雅胡成了最大赢家 顺利连任 但川普的喊话 恐怕将恶化全球的恐怖主义浪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